欢迎收看老炮电影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美国热血动作大片 赶尽杀绝 男主史密斯是个表面冷酷的职业杀手 这天他看到一个被黑帮追杀的孕妇 本能性地伸出了援手 虽然孩子成功出生 但孕妇却死于枪战 男主本不想招惹是非 但不忍见孩子死于黑帮之手 只能接管了他 但孤身多年的男主并不晓得如何照顾婴儿 只能向朋友女主求助 两人一边逃避追杀 一边当起了孩子的临时父母 由于男主是一个杀手 所以他非常会使枪 无论是上面的枪还是下面的枪都是一把好手 所以女主马上就爱上了他 为了保护婴儿 男主使出人法打屁股之术教训胡妈成功 吸引了人群的注意 而女主趁机带着婴儿躲进了展览厅的坦克中 接下来男主孤身深入敌营 感染了敌人都是至上之术 然后一打时成功获悉全部真相 原来某医员得了重病需要骨髓移植 于是捐献精子通过待遇生下了这个婴儿救命 但因为他提出的禁枪令 损害了这伙以贩卖军火为主的黑帮的利益 所以黑帮分子要杀了这个婴儿 男主找到了一员 却发现一员已经跟黑帮谈妥了条件 一怒之下男主杀了一员 然后跳机逃生 但还是落入了黑帮头目之手 受到了产无人道的虐弹 好像男主及时使出 撞石断壁 蛇小我 成大我之术 又一次完美地证明了反派都是智障 故事的最后男主找到了女主与孩子 三人过着幸福的生活 主角就是爽啊 什么都不做 也会有妹子票子和孩子送上门 这部电影虽然故事性偏弱 但节奏性很强 打斗场面行云流水 然倒不行 你不用担心主角受伤或者挂掉 因为他全程都属于大招开挂状态 你更不用去思考 只需要看着男主如何把胡萝卜玩出一百种花样 这部片的观影体验总的来说就是一个字 爽 以上就是这期老跑电影带给您的内容 老跑电影每天都有新东西 喜欢就关注我吧